为什么养老院是封口 因为中国已经进入了老龄化 更可怕的是 同时进入了少子化 人口结构从原来的正三角 彻底翻过来变成倒三角 这是非常可怕的一件事情 所以未来的用功是巨大问题 现在广州推出一个新的政策 只要是本科大学生 40岁以下就可以拿到广州户口 为什么要这么干 因为现在各个城市的新生儿 都在逐年递解 未来不是抢人才 是抢人口 一个城市如果没有新生儿 没有新的年轻人的消费潜力 城市的活力在哪里 城市的GDP在哪里 城市的税收在哪里 城市的用功在哪里 未来各个城市都会开放落户政策 可能在未来的未来 不仅开放落户政策 还会倒贴落户政策 倒贴给你什么福利 什么特权 这就是抢人大战 目的就是抵抗老龄化 抵抗少子化 在老龄化 少子化的背后延伸出了什么新的经济 那就是研发一族的经济 孤独经济 陪伴经济 那就是单身经济 保养 养生经济 那就是代看病经济 上门服务经济 根据人口数量的变化 根据人口结构的变化 我们要提前预判 下一个十年的财富风口 站在行业 站在产业的角度上 高速公路的下一个收费站在哪里 我们一起跑到那去等 因为你知道车一定会跑过来 等着收钱 这就叫战略布局